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俄罗斯 与西方 与北约的关系 另外一边 俄罗斯 土耳其 叙利亚和伊朗外长 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之后 土序决定为推进关系改善制定路线图 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 土耳其与叙利亚冲突不断 双方的关系将了十来年 为何在此时选择开始改善关系 不久前 叙利亚刚刚重返阿拉伯联盟 这一系列的关系改善 美国作何反应又会否从中干涉 相关话题 今天邀请到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李绍仙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这次土耳其大选 除了改选大国民议会 全部600个议会席位外 超过6400万合资格选民将决定 是否终结阿尔多安20年的强人政治 对阿尔多安总统大位 发起挑战的 是来自世俗派中左翼 共和人民党的党首 74岁的克勒吉达尔奥卢 回六大反对党联盟共同推举 克勒吉达尔奥卢承诺废除总统制 重建土耳其议会民主 以实现政治权力制约与平衡 而69岁的阿尔多安 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是土耳其的严峻经济问题 经济不仅通胀飙升 正在蚕食普通家庭的购买力 另外 在二月大地震中 暴露了各种管制失当和贪污舞弊 也打击阿尔多安政府选情 同时 对叙利亚难民的收容政策等 也在选民中引发争议 而这场选举的结果 也将直接牵动土耳其与北约 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 据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 克勒吉达尔奥卢如果获胜 可能软化土耳其对西方和北约伙伴的态度 并不再阻挠瑞典加入北约 但他是否会牺牲安卡拉与莫斯科 有利可图的经济和能源关系 来满足西方要求就令人怀疑 李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的政治老将 克勒吉达尔卢 这次是带领由六个反对党组成的 反对党联盟来迎战爱尔多安 西方媒体就形容说 这是爱尔多安执政20年来 遭遇的最强劲的对手 克勒吉达尔卢有怎样的从政履历 为什么他会成为爱尔多安最强的对手呢 我觉得克勒吉达尔卢不是阿尔多安的最强劲对手 我觉得如果我们确凿地说的话呢 应该是阿尔多安面临着20年来 政治这么挑战最严峻的时刻 那么现在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并不是说这个克勒吉达尔卢多么强 而是因为这个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条件 这一次土耳其的大选我觉得一个鲜明的特点 有点类似这个去年的那个以色列的大选 就是其实分裂成两个阵营 支持这个爱尔多安的和反对爱尔多安的 就像当年那个去年那个支持内坦尼亚护的和反对内坦 两大阵营政治上 所以阿尔多安之所以面临最严峻挑战 并不是因为他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反对党总统候选人有多强 其实克勒吉达尔卢呢 比较弱 这个在土耳其大家也是这种印象的 这位领导人其实我是见过的 我在他的这个共和人民党的党部见过 他这个74岁了本身 而且从来没有执政的经验 因为他长期担任共和人民党的党首 但是从来也没有赢过阿尔多安 因为我们知道阿尔多安在20年来 他这个正义与法战党一直处于这个执政的地位 所以在国内政治中他一直是反对党 一直是反对党领袖这样 所以这个人不强 我个人认为不强 按照土耳其媒体的这个 也是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 虽然这个克勒吉达尔卢攻击阿尔多安 他经济没有高好 通货膨胀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 但是他怎么能把经济搞上来 并没有良策 这是大家公认的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这位反对党领导人强 而是阿尔多安现在就是国内风筝两个阵营 而反对反对党呢 全部联合起来 这是阿尔多安现在面临这个最大的考验 有民调显示啊 现在反对派候选人的支持率是略高于阿尔多安的 但是有媒体预测说 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克勒吉达奥鲁 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就能赢得超过半数的支持 所以他最终还是会跟阿尔多安 进入到第二轮的对决当中 这个土耳其现在目前的选情具体是怎样的 能有哪些掌握 四名候选人我们看一下风部 阿尔多安是争取连任 这个克勒吉达奥罗斯要挑战阿尔多安 两家的民意测验呢 大致捷径 当然民意测验不可全信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捷径到什么程度 就大概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就是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一点几 这么样一个水平 其实这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非常捷径 可以这样讲 但是他有第三位候选人 他要能够吸纳百分之五 或者说这个甚至于再少一点 那起码分流选票 英杰这个人呢 本身是从这个共和人民党 就是克勒吉达奥罗所在的这个党 分裂出来的 但是问题是昨天就是11号 他公开宣布退出了 再次之前呢 共和人民党一直做他的工作 就是因为他明摆着是要分流 这个克勒吉达奥罗的选票的 他退出以后呢 实际上现在的形势 向这个很不利于 这个埃尔多安的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他们俩选票很接近 那一个风流选票的人又没了 那么现在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就是独立候选人 这位独立候选人呢 预计不会得到太多的选票 但是如果他能吸纳百分之五的话 可能也会把这个大选拖到这个第二轮去 所以现在形势啊很复杂 埃尔多安从1999年从政坛当中 异军突击以来啊 几乎是没有在任何的这个大选当中落败过 但今年的选情如您所说是非常的严峻的 西方媒体也宣言说这是反对派翻盘的最好的机会 那从内政跟外交来看 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埃尔多安的选举 这一次啊 他这个不利于他的呢 我觉得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为什么说严峻挑战呢 一个是经济 通胀严重 通胀非常严重 到什么程度 你看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的下降 可以这样讲 从这个人均一万美元GDP 现在降到了人均八千多美元 那个这个土耳其的里拉对美元的比价也是 从这个无理拉对于美元 现在十九甚至接近二十这样 所以经济的是他的最大的短板 所以反对党呢也是集中火力攻击他这个 当然了反对党也拿不出两方来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二一个呢 非常不利的就是反对党联合起来了 过往啊 他每一次大选获胜 反对党一盘散沙 你看共和人民党 他是一个老大的政党 他是凯末尔建立的党 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 这个老大政党 他始终他获得的选票超不过25% 就这么样一个局面 很难对他形成挑战 但现在反对党六党联盟联合起来 支持共和人民党的这个领袖 就是克勒其道了 这样 所以这个是对尔端特别不利的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 十一号英杰 就是祖国党的候选人退选 这是第二 第三一个对他极端不利的呢 就是库尔德的因素 我们知道这个土耳其有个库尔德 人民民主党 在土耳其实际上第三大党 除了这个阿尔多安政区发展党 和共和人民党之外 人民民主党是第三大的 人民民主党实际上背后就是库尔德人 我们知道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占人口的20% 那库尔德这个人民民主党 现在公开的支持这个反对派 支持这个克勒其道了 在上一轮的选举中 或者过往的选举中 这个库尔德人的选票 多数是流到这个阿尔多安手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阿尔多安确实面临着 执政二十多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同时看到这个土耳其的内政部长 在5月3号也公开的表示说 美国是试图在土耳其大选之间来发动政变 试图来完成在2016年7月 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 而且他还指责说西方的媒体 现在也正在着操纵土耳其的大选 您如何来解读呢 是这样 众所周知 美国也好 欧洲国家也好 就是西方国家是不喜欢二断的 这么多年了 因为他是个独裁者 什么新苏丹等等 给他扣了很多的帽子 更引人注目的是 今年3月份 5月14号大选 今年3月份 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 去会见了克勒奇大奥隆 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东西在人家的内政的敏感的时刻 你这个显然是美国在选边站队 当然就此 这个二断安 这个土耳其政府就攻击美国 在干预这个土耳其的内政 干预这个干扰这个大选 我觉得西方的因素 在土耳其这个大选中 肯定是在起作用的 我个人甚至于还这样看 就是大家看这个民意测验 民意调查 基本上现在绝大多数 或者一边倒的 倾向于克勒奇大奥隆 总是他要领先 这是这样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民意测验 未必反映真实的情况 这个里边残杂的一些什么 残杂的一些愿望 从愿望上来讲 太多太多的势力 太多太多的方面 不喜欢这个二断安继续当政 他二十多年了 或者什么这么的 再加上西方的媒体 在土耳其很有意思 二断安的支持的力量 基本上在农村 在中下层的老百姓中 你像那个共和人民党 支持力量在中上层 所以人们定位 共和人民党是代表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断安呢 这个正义发展党 代表中小资产阶级 它这么样的分野 所以在城市中 二断安的正义发展党 未必占有所 但是在广大的 翔冲啊 这个工人啊 什么这些 中产阶级以下 这些人群中 正义发展党 还是占有事的 西方媒体就形容说 克勒奇达奥鲁和埃尔端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候选人 不管他们谁当选 将决定土耳其 接下来是向西方看 还是向东方看的一个节点 您怎么来解读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两个人呢 确实是坚然不同的 或者说这两个人 无论哪个人上台啊 这个土耳其会选择 不同的这个场景吧 就是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不能说这个埃尔端和 克勒奇达奥鲁 他们在土耳其 这个国家定位上 有本质性的分歧 现在一般的认为 克勒奇达奥鲁是清西方的 他上来以后呢 他就会导向北约 导向什么什么的 这个 那么他定位 这个土耳其是一个 西方阵营 那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说埃尔端和安定位 自己不是西方阵 不是这样的 其实埃尔端和安 他只是更老练一些 我就觉得这 有点这个 人家人家叫他什么呢 边色龙也好 长青藤也好 就是他是什么 他定位土耳其 还是要做 屁股坐在西方 但是手呢 胳膊要紧紧拉住俄罗斯 那埃尔端和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他知道土耳其的 这个整个国家 这个定位和方向 最符合土耳其利益的 他是不会离开西方 所以你看 欧盟也好 西方国家 对土耳其冷落 特别对埃尔端冷落 这是多少年的事了 但是埃尔端安领导下的 土耳其始终 知之以求的 要加入欧盟 他从来没有说 我不加入了 或者说怎么了 这样一种 就是他定位是很明确的 那他为什么要拉住俄罗斯呢 紧紧拉住俄罗斯呢 就是他拉住俄罗斯 他认为 他才能得到 北约更多的中重 才能得到美国更加的重视 事实也是如此 我个人认为 如果要是 科勒其大奥上来的话 他可能会 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 可能会更多的 去忠于美国 而不是从这个 土耳其的利益考虑 而杜安呢 你看他这个 整个这个国家定位上 和这个大国的关系上 和地区的关系上 他基本上是长袖善物 为土耳其利益 这个为转业 他是这么样一个人 所以从这个土耳其来讲 我觉得就是定位来讲 他和那个科勒其达尔楼 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但是两人 这个如果 这个阿尔多安继续当政的话 土耳其现在这样一个态势 当然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是 科勒其达尔楼上来的话 对 他跟美国 跟俄罗斯的关系 如何演变呢 对 他很难像阿尔多安一样 能保证住土耳其最大利益 我个人认为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重心肯定会向欧洲 向北约 请谢 好 谢谢李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俄一土耳四国外长 在莫斯科会面 土耳同意就改善关系 制定路线图 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和叙利亚 四国外长 5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四国外长磋商 全面修复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 各方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及相关进程的一系列官方声明内容 确认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支持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 所作出的承诺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与会各方同意 委托四国副外长 联合其他部门 制定土序关系发展路线图 未来一段时间 继续以四方机制举行高层会谈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鲁表示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就叙利亚局势 俄乌危机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交换意见 并与伊朗和叙利亚外长 讨论双变高级别互访 及经贸与能源合作 李先生您觉得这次会面之后 土序关系正常化的竞争 是否要加快了 我认为是这样 一段时间以来 土序关系正常化 在俄罗斯的大力推动下 它一直是在向前推进 应该说整个这个竞争 是符合预期 4月25号 我们都注意到了 四国的国防部长 和情报部门的首脑 曾经在莫斯科开会 那讨论的重点 就是土序关系的正常化 那么在短短的两周之后 那就是5月10号 那么四国的外长 到俄罗斯再次聚会 那么讨论土序关系正常化 那当然最终得落在 外交外长的这个身上 所以这次会议 我认为经过这次会议 以及这次会议之后 所做出的决定 就是要制定这个路线图 等等 可以这样讲 就是土序关系正常化 这个进程 在步伐再加快 这是毫无疑问的 按照预定的 就是这次会议 做出的决定 这个路线图 接下来要制定 路线图 制定出路线图来了 要提交下一次 四国的外长 开会讨论 如果四国外长把这个路线图讨论通过之后 将提交四国的首脑 审树 审核 所以整个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 当然 我们也知道 就是土序关系完全正常化 非常之难 因为这个里边 很耿着一些 就是比较大的难题 我觉得最大的两个难题 一个呢 就是土耳其现在最关注的难民问题 因为土耳其几百万 三十百万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 现在土耳其在大选 大选的难民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难民问题是土耳其经济的一个巨大的包袱 反对党也是攻击 所以为什么这次四国外长会议要制定路线图 或者好像展示出这个季节进展来 和土耳其政府 他需要这样一个表述 或者说需要这样一个迹象 来给国内的大选看 因为五月四十号马上就要投票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难民问题 第二个呢 这是叙利亚方面所坚持的 就是说在土耳其军队完全撤出叙利亚之后 那我们才能关系正常化 我们知道现在土耳其军队是深入到这个叙利亚的 在这个叙利亚东北部有安全区 在西北部阿富林 控制阿富林 而且伊德利普还这个反对派武装 还受到土耳其军队的保护 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之难 所以路线图的制定等等 所以我们不能在短期内 对土耳其和叙利亚恢复这个外交关系 抱以太大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土耳关系正常化 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当时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 两国的关系一度闹得是非常强 但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两国的关系似乎是有一些回暖的迹象 两国家闹了十来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考虑要修复关系呢 我觉得有一系列的事实导致双方 从叙利亚来讲 它一直希望跟土耳其恢复关系也好 或者修好关系也好 因为我们知道叙利亚 虽然叙利亚巴萨尔阿萨特政府 现在立于不败之地了 没有倒台之余 但是整个这个国家远远还没有恢复正常 领土主权完整 现在仍然停留在口头上 这些东西要想实现叙利亚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包括它重建的展开 国家的正常化 它离不开和土耳其的合作 因为土耳其是实质上干预 叙利亚危机的重要的一个外方 所以叙利亚方面没问题 但是土耳其方面 它一直是比较消极的 但现在为什么逐渐的开始积极了 因为一系列条件变了 第一呢就是从 大概从2015年2016年之后 叙利亚巴萨尔阿萨特政府 立于不败之地 逐渐的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了 那么再加上近年来 叙利亚实际上回归阿盟 回归整个摆脱孤立的 逐渐地在展开了 前不久叙利亚回归了阿盟 接下来大概在 五月稍后 稍晚一点时间 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 阿拉伯颂党会议 阿萨特就可能去参加 因为现在沙特国王 已经向阿萨特发出了 残会的邀请 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再一个从土耳其的利益来讲 土耳其在叙利亚最关注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就是两个 一个是难民 难民赶快回叙利亚去 摆脱这个包袱 再一个呢就是库尔德问题 而库尔德问题 它长期 它的安全都是顾虑 长期得不到缓解 因为背后有美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从土耳其的利益需要 它实际上如果和叙利亚政府 关系正常化 如果叙利亚政府能够有效的控制 叙利亚的领土的话 那么叙利亚的库尔德这个问题 叙利亚政府会帮助土耳其 去压制叙利亚库尔德这个武装 这次力量 所以出于这个共同利益 所需 双方现在需要恢复外交关系 刚刚您也说到 那个巴塞尔曾经说过 只有土耳其从叙利亚撤军 他才会同意 同埃尔德安进行一个会面 您觉得土耳其会痛快的 从叙利亚撤军吗 那当然不会了 那绝对不会了 你从土耳其来讲 为什么我把这个土耳其军队 派到叙利亚境内呢 那他当年打的这个借口就说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威胁他 所以他要在土俱边界 搞一个非常长 非常30公里宽的那个安全区 那现在这个东西没有消除 它仍然有理由啊 是吧 他既得的这个东西 他不会轻易地搞走了 但是不是说没有可能 我觉得长远来讲 土耳其一再声称嘛 他对叙利亚领土没有任何的要求 长远来讲 但是我的这个观念只是认为什么呢 就是短期内 要想让土耳其撤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土耳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 包括他的难民 叙利亚的难民还没有回啊 什么的等等 他搞这个安全区 要安置叙利亚难民啊等等 所以短时间内啊 我们不能对土耳这个恢复外交关系 抱太大的期待 叙利亚重新回到阿拉伯联盟 包括土耳的关系的这个正常化的竞争也在进一步的加速啊 美国对这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演变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会从中干预吗 美国当然是非常不高兴啊 我引用一句这个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盖特的话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盖特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知道 今天就5月7号 今天我们外长紧急会议做出的这个决定 就是叙利亚回归阿盟 就恢复这个成员国资格 这个决定啊 这个一些西方国家是不高兴的 还是不满的 他说我们知道 但是这是我们的共同决定 这是符合我们阿拉伯共同利益的 那你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确实是 美国的不满 美国的不高兴是一语言表的 无论是在阿拉伯联盟做出 接纳这个叙利亚回归 还是土序之间开会在讨论这个关系正常化 美国都公开表态 他不支持这个反对 而且他也在做工作 美国不会改变这个对叙利亚政府的这个立场等等 他有很大的表态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所以他注意的是 我注意到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 这个会议上透露出消息 说美军就是驻叙利亚的美军 正在筹划在拉卡 我们知道拉卡是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省 就是当年伊斯兰国就是拉卡作为它的首都 美军的住戏美军在拉卡周边正在筹筑一个叙利亚自由军 新的一支军队 这个叙利亚自由军 新的叙利亚自由军 它的组成人员不是库尔德人 它的组成人员是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的人员 甚至里边还包含着一些IS的这个残余分子 基地组织的这个流传分子 这种这些 所以从这些这个迹象来看 美国肯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而且美国在提前做准备 因为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那么引发了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的这个不目 那么他现在呢 为土俱关系正常化以后 事先做埋伏 那就他要配置一支叙利亚阿拉伯人的武装 作为他新的抓手 这个是很很阴险的 也是很危险的 美国又要搞乱中东 好 非常感谢李叙利亚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新闻见识谈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